好 这里是阿拉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了 好 我们今天还是要进行我们荧光咖啡馆 那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呢 就是大家最爱的 台北市立关渡医院的院长 陈亮工陈院长 院长你好 韵芬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如果没有看到你 至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也会觉得很安心了 看到你比较重要 你会想看到我吗 可以啊 很好啊 但是要留点距离就是了 现在工作还是很忙吗 对 疫情有很多变化 所以政府常常有一些滚动式的修正 因应那个挑战 我们就要滚动式的适应 所以我们很多处置 也是必须要一直变 辛苦了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持续 跟大家聊聊荧光的咖啡馆 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在华人社会当中 如果我们老了 其实我们都会依赖我们的小孩 跟我们的家庭来照顾我们 我前不久还看到你的文章 是 那个有点悲惨 好悲伤 不过 我觉得整个华人社会 可能 其实我觉得社会 其实就是人的组合 它大概反映了一些人性的事情 那我们当然你说整个文化几千年下来 大概升职于我们的脑中的那个 已经变成一种比较文化记忆 其实你就是习惯 也期望就是小孩或者是家人 然后你老 你想象中的那个晚年的生活 就是要寒衣弄孙 然后要这个子孙满堂 这是很多人的期望 但社会的变动越来越不可能 那越来越不可能 情况之下 大家对于所谓的机构式的养老 这个安养院 或是一些住宿型的长导机构 又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那 所以 我觉得陷入一些困境 像 之前写的那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天津 其实你看他的退休金 其实不差的 对 老先生 他每个月有六千块人民币的退休金 可是他就也不是没有小孩 但小孩不在身边 或者是感情不好 那就希望在路边贴一下网告 希望有一个善良的家庭来修养他 那他就是不要去安养院 那希望他们对他好 然后这个退休金 他也不用人家照顾身体也不错 因为他就很害怕说 他到时候去孤老 然后甚至于哪天走了 也没有人发现 那这故事比较悲惨 是因为他他前面这个 其实很多人都只有在新闻上面 追踪到前面 包括说像这个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其实也翻译了这个新闻 那比较很少人追踪到最后 最后当然是这样 最后说这个老先生 还是没有找到人受养他 多半还是有的人是要他的金钱 那也有一些人愿意 就是形式上的任养 他愿意常常打电话 可能从很远的地方打电话 去关心他 陪他聊天 那久了都没有了 久了这个事情无法持续 然后他真的到最后 追踪到最后 其实那个新闻已经都不见了 就是最后 他真的发生了 他最不想要的事情 他其实那个事情发生 就是他这个新闻热度几个月过后 其实也没有多久 几个月过后 他就真的在家里意外就走了 然后 都没有人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 连那个小区的管理员的一些 都没有发现 就是他本来就担心说 自己是不是到这儿走了 都没人发现 果不起来真的没人发现 其实在网路上当时 那新闻发酵这么大 网路上也没人发现 就是这个新闻的前面 非常的热门 前面非常的 让大家关注这个老人的意义 可是他 大家的关心 可能因为新闻事件太多 其实那个关心都也不太持续 然后到最后 他走的那个消息 几乎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是翻了好久的 这个 网路上面的 那个一些 有一些 毕竟还是有些人在追这件事 其实很久很久 其实找不到什么新闻 到最后等一下 其实这个老先生 其实隔没有几个月 其实真的也就在他贴出来 这个布告之后 就没有 就是意外 不是说那种久病之后 就是个意外 那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也让他觉得 有点困扰 有发现说 问题在那边 我们知道 找不到好的答案 找不到好的答案 那他的小孩 其实后来也有人 找到他的小孩 小孩就说 我们也没有那么不好 就是也没有不联络 但是你要期望说 达到他的想法 说大家一起住 然后每天互相的 相互支持生活 就不太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女生结婚的 第一个条件 就是不要跟公婆住 那所以如果每一个家庭 都这个小孩成家之后 又要怎么样去期望说 其实一样 就是说大家也知道说 他可能或许觉得 这个跟长辈 跟公婆相处 会有一定的困难 会有一定生活上 不愉快的地方 或是一些 想象不到的挑战 那但同理 就因此 其实这个状况的结果 就已经看到 很多老人家 真的也就 他也知道说 年轻人是这么想 所以他也可能 表面上不做那个期待 可是骨子里 他又会希望说 当他遇到困难 的时候在他身边 是他的亲人跟子女 这题很无解 这题非常无解 这个我觉得 在华人社会当中 是一个很大很大挑战 那西方也会 可是我觉得西方 的状况 好像跟我们的 不太一样 我们的连结 比西方人强太多了 对啊 很多 我记得那个 这个新闻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 当然他做他身体很好 他不要去养老院 对 他不要去哦 对 他不要去养老院 他即便是 他觉得这个善良 但即便是陌生人的家庭 都胜过于一个养老院 对 那当然他会这样提 其实有人去采访他 他会 他会去贴这样的新闻 也不是独创性的 因为他 他好像几年前 有听说有人 类似的事情 有成功的 哦 有人在北京 那退休金是7000 那就有找到一个家庭 而且好像 那个家庭对他还很好 带他出去玩啊 等等 就让他觉得 想要这个 是不是也能够 找到一个这样的家庭 不过 他的最终是没有了 那 这个是一件 我就觉得是反映一个新的 当然我相信 几率也不会高啦 只是说 其实反映 有一些老人家的一些 心理的想法 跟实际上状况的落差吧 嗯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 就是大家都要仰赖 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仰赖这个家庭 这个从我们古代历史当中 真的是起来有志吗 是起来有志啊 起来有志 那这个我觉得 很多原因 它是错综复杂的 就是说 它可能从 从我们的 比如说社会形态 比如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农业生活 嗯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农业生活 你说台湾到经济上面 有很大的发展的时候 其实也是近几十年啊 嗯 那你说整个历史上面 虽然西方人的工业革命 是200多年前 可是 这个工业革命 其实影响了西方的社会运作方式 可是东方却没有那么明确嘛 嗯 那日本人因为明智维新 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 那其实东方 其实像你说在华人社会 在中国社会上 其实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成功 嗯 那我就觉得 那大家一直都是在农业社会的形态当中 去思维的话 那个家庭家族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很直接的 那二方面是可能政府也觉得这样子做 好像政府比较省事 嗯 所以有很多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吧 嗯 省事是他们不用照顾了 就政府来讲 其实我就不用直接去我只要鼓励他顶 对我只要去 就我一直一直去标注说这样很好 这样很棒 你一定要你努力这么做 你如果不做我就要处罚你 嗯 其实政府就可以把钱拿去这个打仗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了 嗯 嗯 我们有看到 就是那个 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奉养我们的双亲 可是在古代我觉得很好玩 他会讲到 像唐朝他会有色养 色养 色养就是你媳妇 你要色养公婆 这大家其实听不大懂意思 是什么意思的 你不要想歪了 我就是想歪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到时候也讨论这个问题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 陈亮工陈院长来 这个上上文青的课啊 因为呢 你这个书读的多嘛 那你就要跟我们上上课 我们知道我们要奉养 我们的那个双亲 而且那是唐朝 唐朝你看那个女生的穿着 对不对 我们看过电影 哎呀你怎么一脑袋 都是装这个东西啊 然后他又说要色养 儿媳妇要色养公婆 那是怎样啊 其实色养那个名词 更早在论语就有了啦 你不要一直把这些事情串联在一起 去想一些歪歪的东西 其实这个色你把它想成和颜悦色啦 哎哟 对和颜悦色 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华人的生活的做法 准则跟想法 我觉得好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大部分就已经差不多定下来 其实曾经在论语里面就有一段说 就有弟子去问孔子啊 什么叫孝 你看全世界哪有哪一个国家 对于要怎么样尽孝 还写成一部经典 叫孝经 那其实那时候就有人去问 他的弟子去问孔子 什么叫做孝 那最直接来讲的话 孔子就是能养 就是你能够这个照顾嘛 养能够这个养这个你的父母长辈 就是孝 可是后来又有别的学生在问他说 其实能养简单啊 难的是色养 那这个色就是和颜悦色 就是说你在照顾的同时 你不是好像说 你看这个就更深一层 听起来就很难对不对 就是你除了要担负责任照顾之外 你要对他和颜悦色 你要顺他的意 你要你要懂 你要懂他的想法 你是要这个尽孝呢 这个不是单纯的就是顺 你要懂他的想法 所以这个呢 所以有人会说 其实这个能养容易色难啊 就是说要能够和颜悦色 还有而且这个和颜悦色不是 这意思不是说这个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要从骨子里在行为上 你就要去理解长辈的想法 然后是顺着他的意义 而且可以这个很愉悦 开心的去做这样子奉养的事情 这个层次很高 很高啊 这不是只有衣服露出来而已啊 是是是是 没有那么单纯 所以你去想说 你看哪一个国家 我是倒真的也没有看过 哪一个国家把这个孝这件事情 家庭的奉养 对父母对长辈的这个方式 而且其实在北宋的时候 其实慢慢又形成的是那种 益庄的那个概念 就是就是村子 大家是同性人 那为什么其实就变成说是一个集团式的这个养老了 可能我们都是 其实我们都是可能远亲近离 我们就在这个益庄之内 大家都是可能可能都是这个成性人 那这个可能有某一家就没有办法有好的照顾的资源 可能有一些小孩找腰啦 或者去打仗啊 或什么的 那其他人就要担负这个互助的责任 但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中亲家族的这个概念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打转 然后你去想说这个更早在这个春秋战国之前 其实就已经一直这么讲 其实一直都这么 文化当中就一直这么讲 说我们要家庭就是照顾老人的基本单位了 而且呢 你不只要照顾 你要心悦臣腐和言悦色 要发乎你的心 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如果不做 一开始是道德圈说 然后开始有些小孩不做处罚 哦真的会抓去关啊 有罪 当然不会到说一定抓去关 因为你抓去关下一个困扰就是 那就变成独居老人了 你的父母就没人照顾了 对 所以你可能会被惩罚 那惩罚有各种不同的惩罚 有的是可能取消一些你的补助啊 有一些可能会去有一些什么 劳逸的这种惩罚之类的 那当然严重一点呢 说你对父母有很不孝的行为 那是真的要入罪的 就是治罪了 不是那个入罪的入罪 对所以其实你看说 我们整个历史上一直在用 萝卜跟棍子在约束 我们的子女要对父母尽孝 对 就是你看同时这一直都在 而且每一个朝代都是这么做 一直到清朝都还是这么做 大清律历也这么写 不是有兜兴职在讲 那这个其实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说 哪一个国家做到这个程度 其实没有 其实并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构成了说 华人社会当中养老的一个可贵的地方 因为家庭 而且现在很多的子女 其实他对于那个父母的孝心或是照顾的责任 其实还是远高于很多国家 那但坏处是说 当你的子女的人数越来越少 家庭结构转变 社会形态转变的时候 你好像你唯一的依靠就会不见了 就很难找替代方案 这个替代方案的选择会变成是一个 我觉得是当代的老人 或者是当代要变老的人 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功课 而且我以前还听过说 父母在都不远游 哪里都不能去 那你想想看 我们都还可以出国去玩 是 因为你去想 古代人的平均寿命 其实也没那么长 那所以你跟人说 比如说小孩要很早就结婚 然后因为其实以前的人 如果你去抓平均寿命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去看你的那个生命周期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就我们现在对于结婚 对于家庭 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考量 可是你如果去想古代的话 就可以生就去结了 然后生了就开始养家 养家就开始工作 然后你发现那个cycle很短 四五十岁就要走了 所以其实就会 很多事情拉得很前面了 那你怎么可以远游远游 他很可能就三两下就有意外了 那我们待会来聊一聊 如果说真的没有子女的该怎么办呢 他有没有一个那种安养机构 不然的话你说怎么样的 能够安置这些老人 古代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很想了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 欢迎回来李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那么今天我们线上连线的来宾呢 就是台北市立关渡医院的院长 陈亮工陈院长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华人社会当中 对于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的一个照顾 其实都是仰赖家庭跟儿子的 而且真的是这个其来有志 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 如果说长辈他是没有子女的 那他们有安养机构吗 在古代有吗 一定还是有啊 就像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 其实不管说是古代 或者是现代 其实社会就是人性的集合嘛 那古代其实还开始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其实你真的要回推 真的讲起来 那个在很早很早 在夏朝的时候就有了 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就是那种 有一个有两个我们常用的字 秩序的序跟学习的序 序跟学其实都是 那个时候他们去 让国家里面的 比如说本来就是一些官员 退休的 就是很有学问的人 在那边居住安养的概念 然后但是他也包含了学习 包含了那个教育 我们现在就是退休后的 第二份工作的那个概念 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曾经这样做过 但真正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类似像比如说救济 就是遇到困难的这种 其实你去想 它一定会出现在 时代很混乱的时候 时代很混乱的时候 就会战乱 饥荒 你会发现说乞丐变多 或者是打仗的关系 年轻人都去打仗 不在身边 或者是打仗就牺牲了等等 一定会遇到很多困境 所以其实历史上 第一个真的是挂牌 名声言顺的 其实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 南北朝就是 就是未进南北朝 就是单国这样打了仗乱玩下来 南北朝其实都还是蛮乱的 蛮多朝代的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 真的街上有蛮多这种乞丐 然后流离失所 饥荒的人 所以呢 那因为那个时代又是佛教比较兴盛的 其实这个跟宗教有一点关系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 有一些是宗教团体 有一些是庙 有一些是国家 看到这样的人 我们就应该去帮助 大家把这个事业伟伴给寺庙 然后到唐朝就很兴盛 整个南北朝到唐朝 其实到宋朝都是佛教 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 所以那个时候很大部分 跟宗教有关 所以特别是唐朝 唐朝其实几乎把这个业务 伪伴给那个寺庙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叫做悲田院 其实那名词每个朝代都不一样 悲田 其实到宋朝也有人叫福田 其实这个都很佛教的名词 悲田敏人 跟留一片福田 其实这个都很宗教的名词 那就是说以寺庙出来办理这样子的 就是针对这些流离失所 然后这个乞丐 那个没有家庭可以照顾生病的这些人 然后他们就去收容 然后收容之后 政府会给一些费用 然后呢 寺庙也可以去这个接受有钱人的捐赠 然后他们就去提供这样的照顾 然后很多个类型 然后都慢慢发现 一开始只是收容 单纯的照顾 到后来出现一些医疗功能 因为这些人多半有病 所以需要治疗 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名词 其实那个每个名词在每个朝代 其实我们现在政府在长照里面遇到一些困难 其实在古代都演过一轮了 他们都没有看古书都不知道 其实你就一开始你想想说你的出发点是 是救苦救急嘛 救窮 这都对 然后慢慢的可是你会发现 我不是把他顾在一个地方有张床睡就没事 他还是生病啊 我得照顾他 所以开始就有跟医疗结合的养老院了 然后就开始会有这个药房 那个中药嘛 就会开在里面 会有医师来看诊 其实那是很直接的需求嘛 很直接的时代的一个转变 那当然这个事情还有外溢到其他国家 像日本那个圣德太子 就有跟唐朝学了这个悲田院这个名词 所以他们最早的悲田院 其实在圣德太子跟唐朝学了之后 其实在现在在日本还看得到悲田院的遗迹 在京都还有一个悲田院的遗迹 但就只有遗迹了 我有跑去看 我到京都的时候特别跑去看 真的啊 你没有把它拍下来放你的书里面 书来不及放 放来去看的 然后但在东京 在大阪的那个大阪的室内 还是很热闹的地方 他们有改建之后拆掉的 就没办法就留了一个牌子 有讲这个悲田院的遗迹 所以其实这种这种做法 然后一路到了宋朝就更多 宋朝明朝 其实那个就一路下来 从南北朝之后 就各朝各代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机构 而且开始变了 到宋朝呢又开始 更多政府的费用 跟有钱人 员外门要做善事 不知道那个时代有没有抵税了 就是员外门要 要这个做善事 他就会捐钱 可能一开始是捐给庙 很多是庙在办的嘛 可是到后来有人觉得说 他不一定要跟宗教挂钩啊 那个独立型的 私人养护所也有 宋朝非常兴盛 各种类型的老人照顾的一个 所以宋朝是一个社会福利 整个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代 然后各种类型 公私这个合作的 然后私人的 你要做好一点的 然后你要搭配医生的 其实各种类型在宋朝通通都有 所以我觉得那个本来就是 社会上的一个需求 你就自然确实有一些人 没有办法有家人奉养 或者是说 他就觉得他可以去住别的地方 他应该有别的安排 或者说他其实他现在 他就算住在家里有小孩 可能没办法一直生病啊 他有病一直要被照顾的时候 那又不像现在有医院去住院 这种概念 所以他是有不同的需求所衍生出来的这个解方 所以那是时代顺应的那个民众的需求 所演进出来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所以也没有什么 在历史上会出现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奇怪 只是说我们现在 回头看现代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争议的 长照的一些困难跟一些困扰 其实古代人都已经演过一轮了 而且我觉得你 我刚刚听你那样讲 我就想到说 你看我们多羡慕那个北欧啊 对不对 北欧他会从你出生 然后一直到死 你都不用伤你脑筋 对不对 你去念书 你去医院就医 都不用伤脑筋 跟你说宋朝 对不对 你可能从出生 一直到你最后这一关 你也不用伤脑筋啊 看我们的制度是领先的 是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 跟那个朝代的状态 跟那个思想一定有关的 不是说好像说 一定要跟国外学 我觉得倒不一定 那个本来每个社会 我说国外学我们 对啊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你一个时代 自己就会长出 自己时代的解决方案的 那明朝会发扬的更好吗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 好我们持续跟 陈良工陈院长来聊一聊 我们聊聊 这个从古代的一个历史当中 可以看得到我们 很多福利制度 发展的一个过程 刚提到宋朝 宋朝的一个福利制度 我觉得蛮落实的 我不知道看到哪一个朝代 就对老人家 我除了给你钱 我给你生活费 我还给你酒喝 其实你就是想 越后面的朝代 就越会这样 就是说 以前钱人做过了嘛 其实你看到 比如说宋朝他们这样做 觉得不错 那到了明朝 你说朱元璋 朱元璋 因为就是平民出身的嘛 所以他对于那个 一般民间的 人民生活上面的状态 跟困扰 他最清楚吧 然后他是一个 比较严格的皇帝嘛 所以他就是去落实这些过去的制度 而且是用很明确的制度跟刑法 在做一些明确的规定 比如他就规定说 你这个 你每一个地方官 都应该要设计一个类似 他们叫养济院 就是类似像养老院的概念 就是他就明定了 说你是这个官寡 乌苦然后有病 实在是无人可照顾的 这是政府的责任 如果这个地方官员不去 这个提供相对应的 这个协助或者是 这个安养的话 是要被处罚的 对 这是官员的责任 就是他明确去讲说 这件事情就是该做的 每个地方 你要自己去 这个布建你的资源 然后他就是需要的 你必须要有 那当然呢 除了这个制度上 之外他也说 比如说一些官员 那他们古代 因为可能这个交通 不是那么方便 没有像现在银行 这个汇钱也方便 所以他可能就会 他就会有些官员 确实他说一旦入京 担任中央官员 其实他的这个老爸爸 老妈妈 可能就没人照顾啊 经济上会有些困难啊 所以他就一开始 甚至还有的官员 就是说 你要不你可以选择就近 你可能考上了科举 但你就就近 在附近就上任了 那要不呢 你就是可以跟政府 先讲好 你的薪水切两半 一半直接 就是在你的故乡 你的父母可以领 哦 对 因为以前没有办法汇钱 对对对 那就用这种方式 那这些就是很多制度 上面在落实 明朝把很多的制度 去落实跟刑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很强的一个尊老 其实这个尊老的动作都有 尤其我们现在政府也有啊 像刘邦的时候 汉高祖他就会有发一个这个账 就是有一个账给这个年纪很大的老人 我忘记几岁 八十岁还是几十岁的长辈 那就有点像那个 敬老悠悠卡了 你拿着这个账 上方保健 很像 就是你走在路上 就是这个是一个政府认证的人 瑞吉的我们要我们要对他好啊 尊敬他啊等等 那到了朱元璋的时候是百岁 百岁以上的时候就做得更彻底 他当然他他就有明定一些老人福利啦 比如说你应该几岁以上 比如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 就可以领一些不同的这个米啊 什么的那百岁的话 就帮他做一件漂亮的衣服 哦 然后穿的走出去 大家都知道是百岁 就是一样嘛 然后甚至于有些朝代是皇帝要亲自去 去这个这个给他颁这个奖之类的 那有点像我们现在政府啊 我们现在国民健康署 好像这个百岁人都会发金牌的 我还要发金牌啊 有地方政府都有发金牌 对啊 就是这个尊老 你看他就是几个动作嘛 一个是针对孤苦 我们要建立制度 而且要用法规去落实 然后这个有奖励跟刑法 然后呢 对于长者的那个尊老的部分就是 就是一定要有小孩在旁边照顾他 要摄养 然后要这个 要顺从 而且当你年纪真的很长的时候呢 社会上就会开始提供 你有一些福利可以领老人津贴 然后达到一个很高寿的时候呢 政府就发奖牌 其实这个做法 我们几千年下来都差不多啊 那当然只是说到了明朝 因为以前的人做过的事 他会继续做 然后再有一些新的作为在做 所以我是觉得 你愿意真的仔细讲说 几千年下来 我们社会也没什么改变 说不定搞不好还没有 那个时候进步了 对啊 可是你说到了现在的社会 我们只能够求自己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不要去为难我们的孩子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这个是我觉得也是 你去想 你说如果你去换那个朱元璋的性格的话 如果今天的地方政府 然后没有把孤狐的老人 这个安置好的话 照他的习惯 应该人人都杀头朱朱朱吧 那可是你去想 我们现在的强照制度 也不见得说做到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说 当然现代的人 我觉得挑战跟不相同了 以前很明确 因为以前的朝代政府 他一直在讲孝道 一方面是文化 二方面他是把孝跟中 对国家 对君王的中 两个事情 他是有点绑在一起的 其实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一方面当然是文化 社会的那个脉络 可是二方面也是 整个 你说政治或者是说 整个社会运作的一个规则了 他把中跟孝 其实孝 你在家里的孝做得好 你会推展到国家 对这个君主尽忠 所以这样子延伸下来的结果 当然站在政府的立场 他也很乐意 很愿意去推 因为你们都这么做 其实就是对皇帝有所敬畏 你要好好的如何如何 所以很多事情是文化上面 一直是这么操作 然后又是我们一直都在农业社会 大家都住的不远 大家就是只能靠这样子的方式 互相照顾 那政府也明确的 给了胡萝卜跟给了棍子 所以我们一直维持这样 那现代当然不一样 现在可能没办法了 胡萝卜跟棒子都不受用了 因为小孩都不听我们这一套了 对 等下自己想办法 那我们待会儿来跟我们大家交一交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疫情死亡的案例当中 那个长照个案很多 为什么 好 我们要持续跟我们陈院长来聊一聊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疫情死亡的案例当中 以前就是安养中心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很多也就是长照的个案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风险特别高的 有很多原因 不过有一个很很直接的原因 就是说比如说像疫情 好像这是一个传染病 那一个人得到一个传染病 你要能够好起来 很大的关键就是你自己的免疫力 不管今天有没有好的药物 即便说你一般 你的一般的肺炎感染给抗生素 可是抗生素如果你自己的免疫力不够好 光给药有时候效果也没有那么好 那个还是指说你有一个药物可以治疗的时候 那更何况现在这个疫情是没有 药物是最近才有了 那所以第一个他本身这些人 他的行动力 他本来多半会去住到长照机构 就是失能或失智的 然后他的营养状况 过去的调查普遍就不好 那这种的营养状况的不均衡 多半反映出来就是他的细胞的免疫能力是不好的 所以第一个他本来离病的重症死亡率什么就都会高 那他回过头去想他的免疫力不好 所以表示说他打疫苗大概也打不太出那个抵抗力 因为疫苗打了之后是要我们的身体跟他产生反应嘛 你才能够产生那个足够量的抗体 可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免疫力不好的人 他就算你给了他这样子的疫苗 他可能没办法做出相对应的抗体 然后又麻烦的是他就是一个不太会表达 他可能就行动不便嘛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讲话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讲话 然后他的身体的状况越比较虚弱免疫力不好 所以他就算感染他的症状也不一样 所以你看他的情境会变成是你从最尾巴去推 你知道他一旦离病就是抵抗力不好嘛 打了疫苗效果可能也不好 那更麻烦的是你可能担心疫苗有不好的这个结果 打在他身上可能 对副作用 所以很可能也没打 你认真看我们最近公布的这些死亡个案 其实三剂都打全的比例其实不高 其实很多的死亡个案就是我看到还有蛮高 还有一定比例是根本一剂没打的 那他完全一点点基本的抵抗力都没 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嘛 所以从这个回头去推 他一旦感染就是这个激励就很高 所以前面打疫苗效果不好 然后呢他因为表达也不清楚 症状不明显 所以很可能当他开始有症状的时候也不知道 然后又是一个居住很密集的地方 造福员 造福员不像医院 医院的这个吴俊 其实即便是医院这个吴俊这些专业人力都已经有这方面的训练 也还是都会发生院内的群聚嘛 那在那个长照机构就更容易了 因为大家住得更接近 然后照顾生活上都是可能一个造福员管有几个这个个案 来来去去之间如果不管是哪一个得 甚至造福员自己得 然后这个病人自己就是这个住民自己又不会讲 然后表达不清楚 其实无意间整个就扩展出去 所以他的这个一旦发生群聚几乎是全部机构住民 没有一个能够 因为他不太能动嘛 他几乎都跑不掉 所以呢他的群聚的这个比例很高 然后你也知道他健康状况不好 反应不好等等 后面通通都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这个其实给我们还蛮大启发 这个其实在全世界都有这样子的呼吁 就是你你要你在谈疾病或是谈健康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了年长者 然后以及肠道的个案 他是一群跟我们理解当中的人 是不一样的人 你不能用同样的规则去套用在他身上 他他需要特殊规则 那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坦白讲 我们在做医学的教育或训练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相对应的训练跟理解 你就会觉得90岁跟70岁60岁做的事情应该差不多吧 所以你很多的标准 像美国 美国他甚至他这些长照的著名 发烧的定义标准不是38度半 是38度1 对因为他就是免疫力不好 他烧不起来 他烧不起来 其实他很可能已经出现感染了 他的38度2 其实已经跟你的38度6一样严重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殊规则 你必须要依照他们的健康状况去定出特殊规则 但这个是我觉得是很细致的医学的体系的设计 我觉得台湾可能还没有到那个 还没有到那个境界 我觉得我们更何况你说 你们常听人家在讲说长照是这个90%的生活照顾 医疗只占这个一成不到的业务 那你看平常或许是 可是你一旦遇到这个情境的时候 那个一成不到的业务其实攸关人命 那如果说原来大家都只强调长照只是生活照顾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场域要去哪里找到医疗人员进来协助呢 没有 他也找不到 那政府其实政府也怕说这个事情是人数很多 对医疗体系造成一些冲击 所以政府是规定说长照机构的住民 如果出现这个群聚要就地治疗 就地照顾 还不能叫治疗 就地照顾 那当然如果到重症不稳定 还是可以送医院 可是原则上这一群人就是很容易有重症的 而且你去仔细看 那是因为后来还有记者在追这个题目 否则一开始 一开始政府公布的个案 其实里面有多少人来自于长照机构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就是一个住址 医疗就是一个住址 其实你不知道那个住址是医院 你根本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 我觉得我们对于老人的这部分医疗 或者照顾上面一些很细致的东西 其实那个细致是有他的理由的 因为他就是健康特性的差异 他就是需要一个特殊规则 原来的规则是不适用在他身上 你硬要把原来的规则在他身上 他就是不通 是不好的 那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政府公布就是 每次死亡个案 现在还多 因为有记者在问 他多了一个所谓长照机构的住民 不然以前都是说年长 慢性病都是这样子 那这不是白讲的吗 每个年长者都慢性病多 我们那时候就不懂啊 其实里面有很多是一些功能的因素 衰弱失智 然后他的原来的营养状况跟免疫区 最后决定他的健康状况是这个原因 不太是年纪也不太是什么 也没有慢性病 慢性病只是因为他代表了他背后有这些问题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对于老人照顾上面 我觉得台湾就是因为人口老 他速度太快了 太快 所以大家意识到那个问题 大家知道他是个问题 大家知道很多事情要处理 可是细致度我觉得不够 就是说他的那个特殊性不够 大家没有完全真正的理解他的特殊性 所以我是觉得还有always都有进步空间 但是回到您这个上一段节目最后讲 其实很重要是我们可能要改变养生观 就是现在的养生观就要改 就是第一个你小孩可能不会在身边 第二个是你要避免变成那个状态 你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年纪很大 都还是很强壮 就是你要把自己变壮 所以养生观已经不是像以前 在那边归习大乏 然后好像慢慢的 吃的少少的 干干瘦瘦的 其实没有现在的养生观 就是在年长 就是要壮要活跃 然后你要不用人照顾 你要能够有好的生活 那居住安排财务安全都很重要 但这是你的强项了 那居住安排就开始说 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人 就如您刚刚所说 要可能有一群朋友自己在想办法 找地方未来给自己一个好的一个住所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对 那为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我们要以后讨论 今天可能就没有时间讨论 可是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其实是怕住安养院的 或者是住这种长照机构 不过住到机构 大概是不得已的 就被人家送去的 那为什么大家那么怕安养院 我们以后也可以讨论一下 对 今天非常谢谢你 又谢谢我们陈院长白忙当中 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 拜拜